歡迎收看《拜託你主廚》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了什麼樣的特別藍賓 那我們來歡迎我們的三位數位藍賓 有沒有什麼尷尬的經驗 可以分享 月經沾在褲子上沒發現 這是每天都發生的嗎 每天都每天發生的 可是我覺得這種東西尷尬程度確實很高 你說做愛的時候叫錯別人的名字 我那時候剛分手沒多久的時候 有叫錯 我跟一個女生約會 轉身就說 叫出了第一個字是我簽有的名字